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花姐听说就要分享一个平民版的养生餐 这个韩国人这个季节常吃的白玉炸酱 而且这个白玉就会用到刚刚刘医师讲到的白萝卜 也是马上就是当季的食品 对 对不对 在韩国冬天水果很贵 所以他们都能白萝卜切一切 就当水果来用了 又甜又好吃 那这个白萝卜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切成丁状 那这个白萝卜我们先把它煮 因为我们炒炸酱的时候 其他的食材都熟了 白萝卜还没有熟 所以一定把它煮熟 这样子透明了它就是熟了 然后我们再泡冷水 大概泡个半个小时 因为萝卜本身有一种臭味 我们把它拔掉 拔掉然后沥干就这样泡 所以这是白萝卜水煮过后泡过冷水切丁 那给镜头拍一下这个是肉 我今天是猪肉是什么五花肉 什么前脚肉 后脚肉 我有碎碎的肉我都把它切丁拿来了 那洋葱也是切丁 那今天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黑黑乌七八黑的 这个不是黑芝麻酱 这是什么酱 这是韩国炸酱也所谓的春酱 春酱有有有 因为韩国那个炸酱都好黑 对 其实它这个是有加的一点色素了 所以你吃了这个你去排便都是黑色的 真的喔 是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炒炸酱 好 那我每次叫做菜就是不要一下子把它都做满 这个炸酱吃油 我们先加一点 先加一点油来炒酱 那时候你觉得不好炒你再来加 好 我们先加一点点姜泥 姜泥 好 那花姐这种这个春酱就是韩国料理店 或者超市或者韩国的那种韩国街都买到 在韩国其实这个炸酱是中华料理 是我爸爸那一带 从山东逃到韩国去了以后引进去的 那炸酱也是自己做的 我爸爸很会做 我们那个家平台好大的钢 我爸爸就做自己的炸酱 但是颜色没有这么深 颜色没有这么深 好 那我们先炒姜泥跟春酱 我们炒这个酱 它有一个诀窍 刚才这个酱就是一坨 等你的酱炒香了炒熟了 怎么去了 它就开始完全打散了 这现在闻起来真的很像在炒那种豆豉的酱香 对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 炒到这个程度打散差不多之后 好 那我们来炒 我们先另外再备一个锅子 因为这样子 炸的是酱多你可以去控制 下一次可以再用 它很耐放 就是说你炒肉它是很咸的东西 只要是咸的东西都很耐放 那我们这边一样加一点油 好 我们现在要炒其他的炸酱的料 就刚刚切成丁的肉类跟萝卜 因为这边的油多 这边的油其实不用太多也可以 因为萝卜吸油 有的食材吸油 有的食材不吸油 我们先炒肉 好 所以这个是韩式的白玉炸酱 其实韩国它跟台湾不一样 它一年四季所有的食材 它分明 中秋节过了 十月底 十一月初 他们就是采收了 大丰收 就看整年这一年的丰收怎么样 这一年丰收不好 冬天老百姓就苦了 什么都贵 就好像我们台风天一样 一类进口 进口当然是贵 那以前没有进口大家怎么样 所以韩国有泡菜 萝卜也做泡菜 什么都做泡菜 像我们家萝卜切 一条一条就在晒着 拿下来泡水的肉片 酱油这样子去腌也很好吃 而且冬天冰天雪地 要再种任何蔬果都不容易 所以不是 你种不出来 地都是冰 地都是冰 你种不出来 你采收了以后 你去韩国菜市场 传统市场 白菜萝卜 他们都拿那个 军队里面的那个军用毯子盖起来 盖起来给它保暖 要不然它就冻伤 冻伤就烂掉了 对 所以就很宝贝 难怪韩国人吃这么多 腌制的泡菜跟萝卜 它才能平衡它的生活 要不然很贵 没有办法 菜都很贵 然后像这个萝卜是秋天冬天 我们炸酱面 开炸酱面馆才用这个 因为你没有别的食材 如果夏天就用洁瓜 韩国洁瓜都很大 一个都这么大 比这个还大 也像萝卜一样大 对 有的比这个萝卜都大 洁瓜大概用到10月初就没有了 夏天就洁瓜 可是白菜出水 白菜只能用梗 成本贵 那如果是有的时候 萝卜它也贵 那可以用马铃薯 马铃薯也是一样 要这样泡 要不然它那个淀粉太多会糊掉 所以每一个食材做的方式都不同 好 那我们这个猪肉炒香 炒酥 这样子了以后 我们就是葱 刚才那边有加姜米了 所以就不用再加了 洋葱 洋葱跟葱先炒 炒香 一样把它拌炒 炒香 对啊 我老公啊 现在很会炒炸酱了 我都不需要我炒了 他炒给我吃 真的吗 你用嘴巴Cue他 刚开始当然做得不好 我也说好吃 好吃 反正男人做菜 女人要聪明一点 好吃好吃 你不要说不好吃 他没有信心 我做给你吃 你还念 那你自己做 对不对 我做要四菜一趟 他做一个菜 他满足他就好了 对我感受最强了 我现在做菜再怎么样 我太多说好吃好吃 对 我要做菜 我小孩说很难做 这洋葱炒香了 好香了 好香哦 我们下萝卜 好 我们再下刚刚切成丁的萝卜 萝卜 它膳食纤维就很多了 因为洋葱跟萝卜 这里也补足了 炸酱的膳食纤维 对 我们下这个把它炒 因为这个意见是熟的 我们现在下甲酱 以我们今天这个量 炸酱大概下多少 我们先 就是说 我先这样就炒 不一定 好先大概下了两大匙左右 这个会少一点点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在讲这种宫廷的养生 提到萝卜是一件很诡异的事 因为想说宫廷每天大鱼大肉 怎么会萝卜会上得有台面 其实是有故事的 就是早先大家都知道慈禧 慈禧他真正掌权 是在咸丰死了之后 他发动政变 他发动政变之后 他开始垂帘听政 那个时候才二十多岁 可是可能内外交间 因为其他的亲王也不爽他 然后他可能刚掌权 所以有点紧张 然后开始饮食都不调 所以他那段时间 肠味道常常不好 可能也睡得不好 压力很大 所以消化很差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 说他以前很喜欢吃那个萝卜 然后就跟他的寓衣 跟那个他也不是 那种预膳房说 那就做一段 萝卜的全餐来吃 后来吃了萝卜之后 他整个人觉得 好像真的就好多了 于是说这个萝卜 才真正的进了预膳里面 所以那为什么 你想一想说那个时候慈禧 你肠味道不好 可能本来都没吃那么多 消食化鸡 刚好就是萝卜的效用 就针对他们这种 一天到晚吃北京烤鸭的人 最好 对 就补足他膳食纤维 这是一种平衡 就是你刚才讲的 补足膳食纤维 又补足他缺乏 这些相关的微量元素或什么 所以整个就刚好好起来 所以变成了另外一类 另类的宫廷养生 好 花姐我们也炒香 萝卜除了这个滋味 为什么吃北京烤鸭 鸭的毒很多 萝卜会解毒 所以在 尤其是青鱼 青鱼 春天吃青鱼 它毒性非常强 一定要配萝卜 炖萝卜 所以韓国人都炖萝卜 加一点点糖 它本身有一点点甜 我们再加一点糖 这样就大功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是的 好 那我们来试吃 我们把面进去拜 我们这一个花姐的韩式炸酱面 真的很妙 看到乌琪妈黑以为会很咸 很重口味 吃起来 吃起来是清爽 是平衡的 对 它很妙耶 它其实视觉效果高于它的味觉效果 对 因为它吃进去之后呢 觉得它因为后面加那一点点糖 所以平衡掉 因为本来一开始 如果单吃这个酱是咸味的 然后这个就是咸香加甜的味道也进来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 其实真的是萝卜 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人 真的做这些炸酱系列 一定是豆干 对 那豆干你看 你看你整个营养分配上就是蛋白质 加蛋白质 因为你的肉是蛋白质 你的豆干是蛋白质 然后加上面 然后一点点那个 可是它跟完全不一样 不论它说夏天用的节瓜 或者现在用的萝卜 它第一个是平衡掉我们植物的配比 就是你增加了蔬菜的比例 因为一般吃 老实说夹酱面几乎吃不到蔬菜 因为你只有那几根小黄瓜丝 那大量增加了蔬菜 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它是含水的 所以你吃下去觉得不会腻 对 因为它咬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汁 所以你就觉得它那个炸酱 不会因为旁边那个那么浓而腻口 吃起来就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它可以试试看 很特别的配法 可是比起台湾的 我觉得另有一番风味